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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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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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写字的时候 尤其是写楷书的时候 它经常有一些点画或者部首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它是对齐的还是错落的 你把这些关系找准了 那么它的字呢 也就是它的这个见价结构也就是准确的 我们要写这个门框 写这个门框 门框 我们复习 这是以前出现过的 注意笔顺 相当于两个日字的笔顺 左边一个日字 右边一个日字 写这一树啊 写这一树钩的这个位置 要参照它的位置 要比它低 看这个 要看准这个相对位置 而且呢 要注意这个空间 要注意围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为下面的这个 这个 把这个木子放进去 来服务的 这样 把这个木子 就 很从容的就放进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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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纳角 实际上这个纳角的位置 纳角你写多长 或者在哪刹车 这个都是要参考 上面参考左边 参考这样的位置 实际上我们 就是说我们脱贴写 脱贴就是比如说 自己做一些创作的时候 自己做一些字运书写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写这一点话 要跟周围的点话进行协调 就是临贴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临贴的时候 你要观察字贴里面的关系 理解它的合理性 然后画成自己的 臣 臣 写这个沉字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宝盖 它这个盖 这个上面的盖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是有区别的 它有一些错落 有一些高低错落 这个细节要注意一下 跟我们现在的现行凯书 有一些差别的 沉 我们下个车的沉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它的妙处 比较很重的一点 写这一竖的时候 你要看啊 写这一竖的时候要怎么看 就是你这一竖写完了以后 应该怎么考虑 这一竖写完了以后后面有四点 实际上这一竖写完了以后要形成一个空间 要把最后这四个点妥妥的放进去 所以呢 这四个 这一竖要参考 实际上要参考左边的这个 这个点画 我来试着写一下 这一竖写完了 竖写完了 我们把这四个点放进去 放进去 比较妥当 点画和点画之间的配合 它是有一些因果关系的 嗯 这一瞥一纳啊 这一瞥一纳 其实就是 主导了这一个字的整体结构 这一瞥一纳 这一瞥一纳 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写完了以后 它是 并不是说它是对称的 它只是说这个 虽然不对称 但是 但是呢 它要均衡 就是说 啊 就是要 要平衡 要 要能够把这个字撑起来 能够让它平衡啊 那么 接下来 你这个 这一铁一纳 你写的 搭的比较 比较 比较匀 比较均衡 那么 这一竖 这一竖 最后 它也是很正的 这一竖 那就很妥当 就很好处理 然后就是妥妥的把这两点放进去 是 这一竖 球 球 行动 看一下位置啊 这一撇实际上你在写这个球字 你看我刚才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它的点画之间的 不管是位置还是用笔 它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你这一撇写完了以后 其实这一点的位置 这一点的位置 那么就是要很均匀的 把这个剩下的空间分得很匀 这一点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就决定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写书写的时候 我们自运书写的时候 也是这样 这个你最后这一点的位置 就是都是跟前面的这些点画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临贴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圆贴 我们这个法贴里面的这些关系 能够找得到 能够吃得透 你就慢慢就学会这些东西啊 学习嘛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打算 鼻 起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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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个荀字呢 写的瘦长 嗯 相对来说这个这个字写的瘦长 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呢 这个 这个字呢显得比较内敛 就是说它好像 成团 都是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字的点画 它的这个朝向 它的朝向都是往里去的 有这样一种视觉感受 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我感觉就是说它这个字 跟下一个字它之间有一种配合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字 可以吗 可以吗 现在不是有计划了吗 哦 这个字的结构啊 这个字的结构你看它这个你看这一笔 你看我们这个右边这一个 纳点啊 这个纳点 它往上翘啊 几乎是平的啊 几乎像一个横一样的 就是这个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字啊 我往里就是说它的 比较内敛 这个字就写的比较开张啊 比较舒朗 这个字呢 就是说它的 嗯 这里有一个就是 嗯 这是我独贴的一个感受啊 嗯 把这个独贴的感受把它写出来 一些的 它编研 它是 它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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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要不要 我就是想要不要 你也想要不要 我也想要不要 看一个细节 这个地方有一个交叉的细节 就是他的在这个签字文里面 智永的签字文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处理 就是说让这个笔画交叉一点 交叉一点 就是说他实际上 他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加强吧 就是说他在这里面 把这个视觉要加强一点 显得让这个 让这个字显得硬朗一些 他并不是那么迷软 就是显得让这个字加强一点 就是让他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写法 就是说一竖 然后这个这个横 有一些出头 有一些交叉 其实让这个字显得硬朗一些 就是这样的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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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